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人是基督徒 他人都很爱唱诗歌 有一次 他两个打了一只大只游轮 要做一个正宗的路径 有一次早期 准定乎人失去 最受人想办法踏下 可是 下世越来越大 准定就吩咐所有的大客 让我套上这个救生款 那对夫妇也照样做了 但突然有一个人想起他太太身固定的救生款 陶在自己的身固定 准备人都跳下去水来 都被黑色 做政府的就对太太说 你抓到我的警察头 他们就跳下去海来 在海面上漂流了一段时间 做太太对的政府说 我已经没能够再抓到你了 因为我的开了已经用尽了 这做政府就说 人们应该来当座唱诗歌 这样 他两个就当唱 应久半久为我开这首诗诗歌 这样一个唱 他两个又在重心得了 对水面上政杂的人 听到这对夫妇的歌声 阿底就能唱起歌来 无多久有这些纯安侠经纪 全部都得救了 在这些纯安侠 人们的死命有靠浪漏 有天靠浪漏 无论在死命的祖父中 你是不是人能够黑露上帝呢 求助帮助 让黑露成为人的死命的一部分 让人的死命 让人生一生 无听黑露的死瓜 我们三次来祈祷 退在我一生敬拜黑露的身上 万民隆隆向你 欢呼无穷 你是我们的死瓜 我们的情境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繁岚中随时的帮助 我们的盼望旨在给你 我要一生唱歌哀哀哀 求你保守我们 让我们的死命就亲唱一首真美丽的死瓜 使说你的主爱 见证你的大灵力 宣扬你的福音 祈祷是向主耶所祈祷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